怎么有这样的恐怖公车 台北市有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 他搭公车的时候 由于驾驶紧急刹车 他手中的这个伏感竟然就硬生 整个断裂了 化伤了他的脸 当场血流如注 也吓坏了一旁的乘客 不过这出事的公车 从来都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过 两周前也才刚做过检修 虽然意外 但是这大都会公司表示说 会负起全责 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台北市270路线公车 28号发生罕见 浮感断裂割伤乘客的事件 出事情的就是这个戏在椅背上的浮感 当天下午这辆公车 在中校东路准备右转研究路时 由于前方车辆违规停车 导致公车司机紧急刹车 车上的乘客猛烈紧抓浮感 不让力道过猛 浮感硬生断裂 化伤了一旁的男乘客 当场血流如注 应该是有稍微有归类 那因为是这样而造成一个拉扯以后才断掉 同款车的50辆车 全部都有进场做一个检修 公司副总表示 出事的公车虽然后年就到达福一年线 但都有按时保养 最近一次甚至两周前才进场检修 发生这样的事件 除了意外也会负起全责